我们继续啊 那么毛主席心里有了抗联朝战争的这样的一篇大文章啊 那么三次战役之后 如果中国就响应联大的所谓几个国家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停火毛秋跟美国人的谈判 那么能达成毛主席这文章之中的各项的预期和设计吗 当然不能 这就是阴沟里的右派们的幼稚之处 我们就结合着联合国大会那几个国家提的那个建议的几条 我们聊一聊 第一 联大提议停火 美国人同意停火吗 即使美国人同意呢 那在哪停火呀 是在三八线呢 还是在说停火时候的双方各自的实际控制线呢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停火的话 那么美国人会不会也同样提出他的海空优势补偿论呢 那么战俘怎么检反 是自愿遣返还是全部的无条件遣返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得谈判 那么这些东西都要谈判 那么就是后来的这个五一年六月份以后开始的 那个停战谈判吗 那么三次战役结束之后就谈判的话怎么的 那就只谈就不会再打了 谈不拢呢 条件要谈不拢呢 那是不是还得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呢 双方都没伤筋 没动骨 都没打残废 那么自动就认灾了 何况世界老大 美国就三次战役打完了之后 在眼前的这个战时的这个失败面前就认灾了 就服了新中国 服了共产党的这个政权了 然后就乖乖的停战了 腾火了 停战了 跟中国谈判了 达成协议了 美军就撤军了 然后美军撤军之后 又把台湾也都撤了军了 第七舰队也撤了 然后这个就交给中国 看着中国去万传齐发解放台湾 然后就坐上官府到开热闹 然后他敲锣打鼓的这个把蒋介石 蒋庆福他们从那个联合国大厦里给撵去 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进入到联合国 做到这武昌的交椅上去 做什么梦呢 我就说像沈志华之流 你们做什么梦呢 到了七十年代了 尼克松在选举的时候 已经明确的表示 要来北京见毛主席 711年基辛格斗 从巴基斯斯坦 这个他妈的 玩地下手段都已经来了中国了 已经正式的商谈 尼克松访华的 各项事宜了 那么那个时候 这个两阿提案 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常人领事国的联合国席位的时候 美国不还是照样投了反对票吗 都那个时候了 美国都已经有求于中国了 尼克松都要书装打扮 送上门来之前 还在两阿提案提出来之后 美国还投反对票 那怎么着 超级战争打完三四战役以后 美国人就可以把中国接到纽约 联合国的这个席位上去 想什么呢你们 你替你们的主子想什么呢 我要是你们的主子 我得打你们的脸 打你们的嘴巴 那么事实上是联合国大会的那些个提出了那么个提案之后 中国和美国同时拒绝了 很简单 为什么拒绝 就是因为双方各自的战争目的都没有达到 1950年的12月15号 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 宣布16号起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并表示美国愿意谈判 但绝不向所谓的侵略屈服 绝不姑息共产主义势力的巨大威胁 也就是这个16号那一天 杜鲁门政府成立了类似于 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战时动员机构 叫国防动员局 正式提出美国要扩军一百万 美国的现役军队要由250万扩增到350万 要在一年内把飞机和坦克的生产能力扩大五倍和四倍以上 这就是美国人要跟你中国人谈判 要握手言和 承认失败 然后这个谋求和平 这就是美国人谋求和平的 接下来的这些个决策和动作吗 这样的情况下 几个联合国的 无足轻重的几个国家 这一个提议就能让美国罢首 想什么呢你们 这是第一 第二 即使美国人真昏了头了 立刻就停火了 按照右派们 按照沈志华他们的畅想 真就停了火轮以后呢 细节就进入到细节了吧 那什么时候 按照他们那个联合联大问题国家的提议的话 那什么时候举行一次所谓的政治会议 以恢复和平 举行这次会议的条件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外国军队分阶段的撤出朝鲜半岛的 分几个阶段呢 各阶段周期有多长呢 什么时候安排所有的朝鲜人民的选举 金日成能同意选举吗 李承晚呢 那选举的周期有多长 这中间如果李承晚和这个金日成之间再发生冲突怎么办呢 因为朝鲜战争起源就是所谓的南北分治的两个朝鲜之间的战争 才扩大成了十几个国家进入了近二十个国家参与其中 但是做勇者那是李承晚和金日成 那么什么时候召开一次所谓的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 以解决远东的问题 还包括什么台湾问题 中国联合国联大的代表权问题 这些重大的问题讨论的周期要多长 美国愿意讨论吗 美国能愿意讨论吗 要扩军一百万了呢 一切都是未定的 一切只是一个饼 是由联大的几个国家画的一个饼而已 而作为当时的主要两方的中国和美国 同时都拒绝了 这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 第三 那么在中国这边 打了三次战役 一二三次战役 不到半年的时间 是三次战役都打赢了 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县 恢复了三八县以北的全部的地区 然后中国呢 付出了伤亡十万人的这样的代价 三次战役中国伤亡了军队伤亡了十万人 一个月基本上损失是两万五千人左右 这都有统计的 那么除了伤亡了十万人 然后呢打了三场胜仗 然后呢推到三八县 除了这些之外 中国还能得到什么呢 中国还能得到什么 帮了人家忙 帮了这个社会主义朝鲜的忙 也帮了苏联的忙 尽了国际主义的义务 这是中国能得到的吗 然后呢 中美对中美敌对了 彻底的撕破脸皮 因为你都兵容相见了嘛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第七舰就在这摆着呢 台湾跟大陆分离 按中国大陆当时解放军的这个 这个这个能力 确实是过不了 这个台湾海峡 解放不了台湾 然后中国呢 还能得到什么 接手了苏联援助过来的 几把这个 波波刹冲锋枪 从二次战役开始 就有些部队开始 陆续换装苏 苏职装备 就是 波波刹冲锋枪 轻武器 没有什么重武器还没上来 很多波波刹冲锋枪 还都是从苏联远东军区 那些军人的手里直接 抽调出来 人家用过的东西 直接给你拿过去 因为离得近嘛 中国军队得到了几把波波枪 波波刹冲锋枪 就这些 这些中国就胜利了 就意味着中国在抗美人潮战争中 取得胜利了 是吗 得到了几把波波刹冲锋枪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受理阵营的一个承认 说自己尽了国际主义义务了 然后跟美国成为敌人了 台湾最后分离了 这就是中国作为一个 打了打赢三次战役的 所谓的战胜国的 全部的战争收益 这就是毛主席要的 所谓的抗美人潮战争的胜利 你要是毛主席 你能认吗 那跟毛主席要做那对内 对外的两大文章比 这简直那么红毛都不如 九牛只一毛也都不足 并且我们可以断言 中国如果当时 你要换上一个 昏了头的领导人 被人就给忽悠了 被所谓的联大给忽悠了 率先的接受了联大的这样的调停 和所谓的停火的建议 那么最后你放心 中国什么都得不到 甚至手里得到的 几把拨拨杀出动枪 都会立马就丢掉 就被人家给打掉 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是那样的一个战争结果 那当初为什么要出兵呢 要抗美援朝呢 就为了这个 所谓的沈志华支流的揣度的 所谓的毛主席 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 那个虚名 怎么可能 那还是毛主席了 那还是新中国了 那连他们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可能都不如 是不是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 为什么 沈志华他们说 没有达成 抗美朝最后没有达成毛主席的 说要把这个美国军队赶下海 彻底解放朝鲜半岛的这样的 所谓的这个这个这个战略 这个因为这个战略没达成 所以你看没状战争就没胜利 这是他们的结论 那么为什么 没有最后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 再往看来 三次战役过后 曾经有过估计 那就是中朝联军 如果加大军事打击的力度的话 迫使美军打不下去 最后退出半岛 根本解决朝鲜问题 是有可能的 曾经一度 无论是中国朝鲜 还是苏联方面 曾经都有过这种 瞬间的乐观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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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的乐观 并且这是金日成 发动战争的目的 这也是金日成 梦寐以求的战争的结果 但是打了几仗之后 大家明白 起码的一个军队的后勤 补给问题都没法解决 很难按照朝鲜半岛这样的一个 狭长型的半岛的这样的一个地貌 三面环海 你自己还没有海空军 而对手陆海空三军 很难的 前友仁川登陆 说断了你后路就断了你后路 所以很难实现解放朝鲜半岛 这么一个终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五次战役之前 四次战役打完之后 要打发动五次战役 那时候十九兵团什么都上了 那个时候彭德怀手里最多的时候 中朝林军加在一起 近百万大军 然后呢 国内还在这个各个战略预备队 又都在这全服武装着 干嘛混装啊 干嘛准备开赴朝鲜 要搞轮战 所以手握百万大军那时候呢 彭德怀 真当时也是头脑热了 第五次战役发起之前的时候 彭德怀的头脑发热到一定程度 想一战解决朝鲜问题 结果到后来 因为彭德怀的战术 出了问题 同学是那么劝的 谏言三次他都不接受 最后第五次战役 打成了彭德怀一生中 最大的三场大败仗 损失了十万人 所有的战略意图都没有达成 不折不扣的一次大失败 那么也阴影着第五次战役的这个 这个失败 这个不完满 那么毛主席呢 有了他自己的全新战略思考 关于抗明朝战争 关于朝鲜战争 因为事实上是五次战役结束之后 这个交战的双方对峙在三八线前后左右 都认识到了 几经常是攻来防去的 最后大家都认识到了 起码当时双方实力相当 所以才导致战场处于进入了胶着的这样的状态 在中朝这一方 说短期之内要把这个美国为首联合国军赶下海 在美军那边联合国军那边 如果想短期之内把中朝军队 然后赶过鸭绿江 彻底解决朝鲜问题 这都不可能 两方都知道 这都不可能 那么长期呢 短期之内那么长期呢 问题打一持久战呢 有没有可能呢 有没有可能解放朝鲜半打呢 毛主席当时 或者说毛主席始终他确信一条 就是什么 就是他相信自己亲手创建和领导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队拥有高昂的士气 顽强的战斗作风 有毛泽东思想给他们做武装 作为他们的军魂 然后他们有二十多年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这样的战争经验 部队的指战员们都有着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战术水平 只要 做持久长期的设计 只要在家攻侯 强化战法 更新装备 等等等等 那么是可以最后打败这个刚多气少的美国军队 毛主席有这样的自信 这就是1953年2月份的时候 毛主席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 那个闭幕会上毛主席那段著名的讲话 现在网上到处那是毛主席那段讲话 毛主席说什么 时间要打多久 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 过去是由杜鲁门 以后是由爱塞豪威尔 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 毛主席的话什么意思 就是你打两届总统 三届四届总统 我都跟你陪着 一届总统四年 大家算算 毛主席当时打二十六都给你打的意思 就这个意思 现在是过去是由杜鲁门 现在是以后是由爱塞豪威尔 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 就这场战争到底打多久 毛主席说什么 毛主席说 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那毛主席的讲话 多么昂扬 多么激热 多么古物人心 那才叫自信 更何况 更何况那个时候的军力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不像一开始刚入朝的时候 三八大盖呢 是不是 万国造呢 是不是 战争打了两三年之后 完全不一样 鸟枪换炮了 也已经 新中国的军队 因为毛主席当初不信邪出兵了 不仅出兵了还打赢了 那你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 那家大家都振奋起来了 就开始声援中国了 那斯大林 斯大林超越战争 设计超越战争 我们曾经讲过 超越战争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 要牺牲 最后底线是牺牲朝鲜 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控制中国东北 这是底线的利益 但最后因为毛主席 没有上斯大林的档 在那样的这个 这个被动的战略状态下 力挽狂澜 变被动为主动 最后掌握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 让斯大林的这个阴谋破产 于是斯大林就开始退而求其次了 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这想法不行了 破产了 那么美军在这打着呢 还攻着呢 那正好中国在那顶着呢 那好那就借助中国的力量顶住美军呗 消耗中国 消耗中国也要保护 不惜消耗中国也要保护苏联的这个远东利益 正好就中国军在那顶着呢 百万大军 那好那怎么办呢 那就得武装中国的百万大军 那是不是 你不能让他再拿三毛大盖上去拼 所以那个时候斯大林开始 就是中国对于中国的要求是有求必应 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到第五次战役之间 应该说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绝大多数部队都已经开始换装这个舒适的这个 制式化的装备 陆军整建制的制式装备全上来了 那个时候 然后呢不仅步兵 然后装甲兵炮兵高车炮兵空军 几乎一夜之间不仅有了 还一夜之间有了相当的规模了 军力都不一样了 另外一番 中国新中国的国力也不一样了 谁都没想到 一开始大家都想打仗国内经济 满目疮痍的时候 百废戴心 你再打仗的话 国内这种经济不就彻底打垮了 完了吗 他们就是家底都得逃没了 谁都没想到 到1951年年底的时候 新中国飞弹没有被战争拖垮 就打了一年多以后 飞弹经济没有被拖垮 还得到了全面的恢复 国家的财政状况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停顿或者倒退 反而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和快速的发展 包括国家的这个建设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 国家财政经济状况 日益趋好 整体国力不断的增长 事实证明就这样下去的话 中国完全有能力支持长期的战争 并且有信心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毛主席那时候自信满满了 我毛主席说 毛主席说我们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 直到争取胜利为止 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 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的发展下去 这就是我说 这是新中国打的一场正义的战争 无产阶级也可以在正义的战争中发战争财 新中国就做到了 那么说了 既然你国力不一样了 军力也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这个 那为什么 不越过三八线南下 然后这个统一朝鲜半岛尽快的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哪怕定一个持久作战的方针 最后要取得整个朝鲜半岛交给这些日常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